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默语亲亲 2564集 遇到比自己强大的敌人这样的情况 张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他是非常地冷静的 其实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冷静 越是冷静就越不容易出错 听到张凡的话 逢庸重重叹息了一声 吸了两口凉气 依旧焦躁 他也感觉到张凡说得有道理 但是他却没有起到丝毫的安抚作用 原因无他 他从来没有过倚若胜强的时间 张凡也没管他 直接又说 我怕有人盯着我 就不去你那了 有什么事情咱们电话联系 我这边有了消息 第一时间通知你 先生 您等一下 怎么了 你住持不是说 他的师父和师叔这两天不在寺庙 后天才回来吗 咱们完全可以现在杀过去 在他师父和师叔回来之前 先把他们给解决 弄回我儿子的尸体 这不就行了吗 这话不能信 他这不过是堂色之语 我感觉他的师父和师叔就在寺庙里 他得先把我跟着说的那些话 跟着师父和师叔通通气才行 另外 我嘲讽完他之后让他带我去 他如果就立刻带我去的话 会有损他的威严 谁还不要个面子呀 哦 有道理 冯庸面露恍然 通过这事 冯庸不再认为张凡是一个经验不足的后生 反倒认为张凡是一个经验老道 机敏锐质的厉害人物 好了 不说了 你等我电话吧 说完 张凡便把电话挂断 然后找了一个地方吃了顿饭 便回到酒店里面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 张凡刚在酒店里面吃完早饭 便接到冯庸的电话 冯庸自然是要询问张凡 住持有没有来电话了 挂断电话之后 张凡便出门去玩了 这一次不能白来 当地美食要品尝一下 当地美景也得欣赏欣赏 除了酒店便是热闹繁华的街道 张凡一个个的品尝 这一尝便是半天 到了中午 张凡撑着度园 不得不找了一个冷饮店 开始休息 张凡喝着冰咖啡 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游客 游客也大多数都是华夏人 张凡咖啡喝到一半 一群游客进到了冷饮店里 无论是导游还是游客 都是国人 由于这一群人 就坐在张凡的桌子旁边 所以这些个人的面向 张凡都是尽收眼底 除导游之外 其余所有人财不公的位置 都轮绕了一缕黑气 显然大家伙都得破一些财了 对于这样的情况 张凡并不意外 某些没有信用的旅游公司 和没有底线的导游 就是靠着坑游客的钱发财的 对于这样的事情 张凡并不想管 能来一国旅游的 兜里面都是有些积蓄的 损失几个钱 对于他们来说 也没什么大的影响 又不是死人的事 另外这样的事情 外面大街上比比皆是 张凡即便是想管 也管不过来 就在张凡喝完咖啡 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一个身材有些发福 趟着卷发的老大妈凑了过来 坐在张凡的身旁 对张凡问道 小伙子 你帮大妈看看手机 咋照不了相片了 这样的情况 在大街上时常都会发生的 一些老太太老大爷 弄不懂手机功能 就会询问年轻人 张凡接过来看了一眼 摆弄了几下 哼 练存满了 想照新的照片 就必须要删除一些之前照的 或者清理一下 你不用的软件还有垃圾 这 这 这 我那些照片不能删呢 都是我一次次旅游的记忆 那些软件也不能删呢 我每天都用的 张凡笑了笑 将手机又递还给老太太 这个我就没办法了 好了 我还有事情要忙 就先走了 张凡一边说着 一边站起身来 好吧 老太太手机的事情 并没有处理成功 有些失望地答应了一声 不过 紧跟着又感激到 谢谢你啊 小伙子 就在这时 冷饮店又进来一群人 这群人里面 大多数是年轻人 他们的财博宫位置 也都轮绕了一丝灰气 显然是要破财 在队伍最后 是一个挺着大肚子 走路有些缓慢的孕妇 她除了有破财的面相之外 印堂还有大量黑气 这显然是有生命危险的 而生命危险 是从腹中的孩子延伸而出的 也就是说 她孩子的生命危险 延伸到了她的身上 小剑 快过来 身材肥胖 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导游 快步朝着孕妇的方向跑了过去 十分小心地扶着小倩 你参加什么项目的时候 别着急 不行啊 就给我打电话 我去接你啊 导游的语气十分关切 两人这一靠近 张帆便看到二人面相上 气急有所勾连 这勾连的气急 正直向了小倩和她腹中的胎儿的生命危险 这证明 小倩和腹中的胎儿的生命危险 跟这个胖导游有关 但这并不能判断 胖导游便是要杀死这对母子的凶手 另外 从胖导游的面相来看 她之前并没有杀过人 她的财博公位置 有着一笔意外之财 通过这些情况 张帆的直觉告诉她 胖导游很可能是要通过小倩和孩子 来赚一笔黑心钱 她也并不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大姨啊 您跟这个胖导游熟吗 张帆回头看了一眼 还在摆弄手机的卷发老太太 挺熟的 我几次旅游都是跟着她 之前她带国内的团 现在带国外的团 老太太这个回答 更加确定了张帆的想法 哦 你们什么时候回国啊 明天早晨 八点的飞机 今天是最后一天 那些后面来的年轻人 也是明天回国吗 是的 其实我们是一个团 老年人和年轻人分开了而已 毕竟老年人和年轻人的观念呢 有些不同 有时候啊 也很难玩到一块 张帆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明天早晨八点离开的话 孕妇小倩的生命危险 应该会在这之前 就暴露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